这次带给大家的是轻功3.0 每个门派来讲的话 都会有一套独特的 双刃轻功的一个体验动作 我们这一次的轻功3.0里边 对双刃轻功进行一次全门派普及 每个门派风格的把控 每个门派自己的手感体系 都是我们要维护的重要的一个点 在最早的丐帮轻功研发的过程中 我们就对双刃轻功进行了研发与构建和优化 而为了呈现双刃轻功交互性的表现体验 仅动作数量一项来说 我们已经达到了1200个以上 我们对每一段动作进行了反复的设计与磨合 每个门派都通过我们之前一脉相承下来的各种元素 包括动作的风格 在这个技术上去提炼 双刃轻功的重点就在于两个人的交互性 像是藏剑他会把他的一把轻剑交给副驾 然后两个人会上演一段藏剑的风车二人传 我们还做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比如说在空中的时候两个人眼神的交流 像是五毒在一段跳结束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他是背着飞的 这次双刃轻功在特效方面的双刃轻功 这次双刃轻功在特效方面的双刃轻功 我们引入了更多的新元素 玩家看到这些元素就可以联想到各自的门判 比如名叫的日月双轮 纯阳 北斗七星 在程序上我们绕而让每一个客户端里边 跑起来的轻功是一种相互之间进行链接的 一种同步的交互体验 我们程序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得让玩家得到更好的游戏体验 我们几乎重写了所有的双刃交互代码 优化了同步的机制 解决了被带玩家因为延迟所产生的卡顿闪烁 我们还尝试加入了玩家的武器和物品的共享 提升玩家两人之间的交互 之后我们还将引入物理大世界 还有表现状态机的应用 这些将极大的丰富我们的轻功表现 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未来能不能有两个人在空中去追逐 或者去战斗的一种体验 能跟更多的物件交互 其实这个也是一直我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会一直去把握轻功的优势 然后能带给玩家更多 更好 更丰富的一个轻功体验 那到时候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新的资料片版本里面来讲去体验 我们新的轻功3.0 谢谢大家